OK,OK,OK 降機! 我是日本人耶 美麗有反應,看我的反應 有指有音,有指光有反應 昨天美麗在這個地方說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Airbnb 就是一個在海裡面的房間 有點愜意的感覺 看著,你看後面藍藍的海 我要走去窗邊,到那邊看著到比奇堡 這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呢,美麗講在這邊 是美麗有反應的第99集 99集囉 我們下一次的美麗有反應就是第100集 在做第100集的時候 我們會給各位一個小的驚喜 這個驚喜呢 跟一般的Youtuber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開放問答 是不是很可愛呢 最近開始我們會目擊大家的問題 然後,你們就直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就是這一集的下面 聽你跟美麗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挑有趣的出來 然後就回答哦,好嗎? 還有,除了在下面留言之外 還有一個很棒的方式 你可以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哦 就是你自拍 然後發現動 Tag我 我就會把那個問題截取下來 但是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不一定聽得清楚 你們每個人講話 在講什麼 所以,你要把你的問題 打出來 然後Tag我 也可以自己問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要裏愛的這個呢 叫做 高爾仙 我們今天要聽他這首是 SOMEBODY ELSE 那為什麼要變高爾仙 因為他這一首才剛發 我們裏愛應該是我們計發票出去吧 你搞錯這一項了吧 我們裏愛我們還要付人家錢是不是 總之我們今天要來裏愛高爾仙 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SOMEBODY ELSE的意思就是 一些身體跟其他的 SOMEBODY ELSE 懂了嗎? 一定是在講一些關於身體的部分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感受一下這首歌 到底帶給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意志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的介紹的說明欄 他是導演 高爾仙 這是高爾仙的哥哥 其中一個演員叫做高爸 高爸 是高爾仙的爸爸 還是九百呢? 究竟高爸長得怎麼樣呢? 讓我們一起來感受一下這首歌吧 OK,Play D-R-O-W-N-I-N-G是 DRAWING DRAWING 要唸DRAWING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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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潮水有高橋 然後也會有退潮 反覆循環 生活就是有高潮跟低潮 我先問生活低潮 生活低潮就是 你的訂閱數一直沒有起來 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就像我的頻道 就是一直卡在14萬 現在終於到15萬了 然後沒有持續往上漲的趨勢 這可能就是我鮮活的低潮 然後拍片的時候 還要被無聊的路人罵 這個故事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難受的故事 前天的時候 我們在拍一集影片 我們在路上走路 邊走路邊講話 有一台摩托車 載著一個美亞騎過去 我們錄到一半 他騎過去 他講得非常大聲 他講說 現在的Youtuber 跟沾嵐一樣多 這句他沒拍過 現在Youtuber跟沾嵐 我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受 我們也是在工作 我們也是在為自己 盡一份努力 我們也是在賺錢 我就想問你 有這麼精緻的蟑螂嗎 你有看過這麼肥的蟑螂嗎 你有看過蟑螂沒有觸鬚嗎 你應該是金龜人 我下面有一隻獨角鞋 我很難受 很難受 我下面仗得很難受 我那個時候很難過 但是我又必須得搶眼著我的淚水 把那個情緒收到我的心裡 還要笑著拍片給大家看 超好看 後來我發了現實動態 我講說我不偷不搶 做正當的工作錯了嗎 很多網友回我 什麼正當工作可以又偷又搶 他們講得好有道理 最後只是想跟你們講 我們是很脆弱的一群人 多尊重每一個在工作的人 不要隨便用蟑螂形容一個人 好嗎 有一個人坐著椅子 旁邊都在冒泡泡 有人沉到雪裡面了嗎 是不是得罪人 終於拍到海上的畫面了 船上有三個人 通常做這種小艇的 有幾個幾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去接貨 又或者他們是要去從事水上運動 他們可能要去滑SUP 還有可能他們要去撈蚵仔 科農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要去取貨 我們去看看究竟 他們三個人出海 究竟要做什麼事情 GAP 有人在操控馬達 哎 中間那個我猜他就是高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猜對 像一個帥哥 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帥哥 哇 這個也太帥了 他們背著氧氣瓶在海上 走啊走走啊走 這個 這個老頭好壯 陳在水裡面的是高爾瑄 高爾瑄為什麼他綁成這樣子丟下去 難道他是當代的屈原嗎 以後端午節 粽子投下去都不是給屈原吃了 是不是給高爾瑄吃的 還是高爾瑄是被他們丟下去的一個耳 他們在撈大魚 還是高爾瑄得罪了什麼地方的重要人士 而且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在水裡面很難睜開眼睛 你有辦法在水裡面睜開眼睛嗎 你有吸過嗎 不是我 眼睛很痛嗎 兩個痛一個不痛 哦 你有三隻眼 我是兩個痛兩個不痛 原來你有障礙 所以你看高爾瑄在水裡面張開兩隻眼睛 兩隻眼睛沒張開 哦不是錯錯了 高爾瑄直接在水裡張開四個眼睛 如果他腳上有幾眼就是五個眼睛了 他跑去海裡了 他去海底龍宮 哦 哇 哇 好像 哦 影片叫做Somebody Else 一些身體跟其他 哦 海面上在下雨 你們這樣淋雨都不怕凸頭嗎 你們這樣淋雨都不怕凸頭嗎 哎 我們在做什麼 啊 你們這樣淋雨都不怕凸頭嗎 加上雨都不怕凸頭嗎 被你做到 doublo 在我身上愛你 呃 我身上淋雨都不怕凸頭 還在亂爛也不怕凸頭 呢 哎呦呦 船上有高尔瑄 還有另一個斷手指的人 這個人的手指只有四隻 斷手指 他有賭博的習慣 還是他有欠債的習慣 還是他有背叛組織的習慣 有一個YouTuber叫六指淵 他就是要叫做四指淵 欸他露出來了 剛剛是四叉 四叉四叉 眼睛視覺的差異 那個大哥的手太粗了啦 蓋住 對他就這樣翹起來 怎麼會翹那麼嘻哈 我是看沒有啦 他的手勢是這樣子 我的手勢是這樣子 可別搞錯啊 船上還剩高尔瑄 變個斷脂的老毛 哦高尔瑄下水了 所以他媽的究竟是幾個人 究竟有幾個�� 讓我們一起來 Shitout 究竟這部片 有幾個人 究竟船上 然後有幾個人 我頭毛ヒ 一下有 一下沒有 一下有 一套 realizing 因為畫面這麼晃 加上船上的人 忽多忽小小字舞 現在還沒開始在看歌詞 但是他的歌詞 明明就已經打在MV的畫面裡面 我還可以呼對 影片多成功 成功的讓你只注意畫面 現在歌詞 叫說你可能把我誤認為別人 什麼 會不會這個歌詞在告訴我說 我把歌詞誤認成別人 其實是徹底的高音 我剛剛被這個神秘的感覺嚇到 哇 合同在講話 是合同嗎 5 1 3 2 3 3 我要5次 5次都兩個人 然後那個人說什麼 2000塊 算 他說減300 所以他要1700 原來是在打一些情趣的暗號 5次都兩個人 需求多大 遇到5次的我也是腳軟 沒有啊 他們其實不是要去取貨 也不是要去撈鵝啊 也不是要去SUP 他們是在潛水 他們潛水要去水域世界 然後海龍王跟海龍王的工友們 要玩一個開心的 東海龍王還是西海龍王 他們應該是西海龍王吧 要不要西海龍王啊 他們在海底龍宮的門口 就在跟幹部討論說 究竟進去要怎麼敲 然後這個地方的歌詞在講說 我睡得不好 當然睡不好啊 他們人互多互少 誰睡得好 我還把他霧連成別人 而且5次兩個人 我要5次都兩個人 這個是沒辦法睡覺的 所以他們去海底龍宮 然後要玩一個快樂的雙飛 這已經不是最好人 這次會超到乾掉 很複雜的影片 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影片之後 究竟會發現怎麼樣的故事 就是每個人都戴著潛水的面具跟呼吸款 我完全看不出來誰是誰 我只能用拆的 那我覺得說 一個勞飽一個嫖客 那這個身材很壯的 一定是一個為室的 站在門口 我在站在門口 看你們兩個進去 然後這個為室的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繼續play 有兩個人進去 他說再五千 再五千 好 這個為室又出現在裡面 那個為室比較忙 九百我們放上面 我們不在乎了 接下來 水下面有三個人 有一個為室的 有一個老寶 跟一個打算去嫖的 我們就這樣分 你們比較好認 我也比較好認 這是那個管子 這兩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嫖客跟老寶 這兩個人 嫖進去洞裡面了 這個時候呢 為室的高爾瑄就這樣降下來 他們在管子裡面 這是管內 他們在游啊游 游啊游的時候 高爾瑄就突然 出現在房子裡面 他是一個 會瞬間移動的男人 究竟這個戲 臉到這個地方 是在講什麼東西呢 來囉 他的歌詞是在講說 像是脫鉤的Crypto 他是在叫我 不要投資嗎 會不會高爾瑄這個歌詞 他就是在跟我講一件事情 說你誤認 然後你睡不著的時候 你盡量 就不要玩家密貨幣 為什麼高爾瑄會被丟在水裡面 因為他貸款 他去融資 玩家密貨幣 地方的哥哥就不開心啊 你玩家密貨幣 最近又跌得這麼長 你跟我借的錢 什麼時候要還 地方的哥哥 又在經營海底農工 他就經營那間 那家西海龍網店 他就把高爾瑄丟下去說 哎 你給我去下面做小姐還錢 你下海上班 難怪有沒有 五次雙倍 兩千 我給他 在我在這幾次戰兵之中 我得到了一個真理 投資有風險 投資沒投海 你就投海 你家裡明白嗎 下海去西海龍網 給人家開開心心 人家怎麼開心 你就要讓人家怎麼開心 懂了嗎 嗨 我們氣息費 他們在玩捆綁 這個小姐叫做高爾瑄 然後老寶跟嫖科 在把他繩子鋸開 他們把他帶上岸 因為還有客人在上面等著 他的歌詞是陪你流淚流汗 他在講他的工作的乾苦談 要陪客人流淚 要陪客人流汗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太聰明了 只有我可以把一個好好的影片 解讀到一個新的高度 很難有人可以看這部MV有我透徹 這部MV拍的其實不透徹 但是我的眼睛是透徹的 不是拍的不透徹 是拍的很懸疑的感覺 那你看不清 看不明 來 我們繼續看 他最後一定故事會有高橋的 我得了 我們現在在切繩子 然後再把把它解開 威士高爾瑄 有時候出現有時候沒出現 身為一個威士 就是我在看著事情的發生 我就是要保護我的消費者 不要受到傷害 那也保護我們公司的產品 不要受到客人的傷害 然後歌詞 讓我早點明白你需要的 只是我的聆聽 不是建議 這一個歌詞在講說 這個威士的心聲 就是威士都不能提供建議 他就只能聽而已 就是不能出聲器 不能出聲器 那種 就是出聲 但是有些是很靠北 在學裡面玩出聲系列 是誰聽得到啊 爽到冒泡 救到了 把小姐帶上 帶出場了 帶上去了 大家慢慢往上走 帶出場了 然後呢 外送T 嘿 您的高爾熊外送上來了 我們停在這邊 3分21秒 回憶喬喬永路 有東西灌進去了 什麼東西有意 經有意嗎 意喬喬永路 你說精油嗎 精油啊 精油插起來很容易 精油 就像潤滑意 心裡難 我們來看一下 在海上究竟可以玩得多麼刺激 OK 然後就暴力Play了 喔有沒有 喔喔喔喔喔喔喔 撞掉了 喔喔喔 高霸也玩下去了 你看這個手在幹什麼 喔喔喔喔喔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仔細看一次喔 小姐帶出場之後 高霸玩下去囉 九百一起玩下去囉 我們來看喔 喔 壓 壓有沒有 壓壓 Pokey有沒有手 手在那邊 摸手 這手在幹什麼 旁邊那個老保在旁邊看 蛤你們怎麼玩得這麼超過 你們不能這樣 等一下小姐還有下一個班要上啊 他們哪有不是啊 還是要保護在工作的人 不要受傷 他會放下紀念 所以高霸現在講說 他既然投入了這個產業 他就會放下對以前的執念 他不會再投資了 他就認真的讓人家開開心心 把他欠的錢還光 天啊 高霸現在你的歌詞 配上畫面 都給我 對這影片 有滿滿的靈感 喔 吐了 喔 出來 出水了 出水了 剛好現在嘴巴 塗出來好多水 喔 他們坐起來 小姐沒事 喔 包包包包 OK OK 結束不怕不怕 啊 一看 高爾瑄看高爾瑄 簡短的幾句話告訴大家 投資失敗要下 好 OK 今天這影片我非常喜歡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五次 轉費 兩千 OK 減三百 問幹部 高爾瑄 喔 下 高爾瑄 高爾瑄 喜海龍公 下 開 這首歌 推薦給你 OK 今天這部影片我非常喜歡 為什麼我會這麼 欸不不不不講錯了 OK 我要講了 OK OK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便追蹤我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最後 要跟各位談談說 這是第99集 我們會開第100集 然後你們在下面問 你想問我的問題 我們會抽 然後再來第100集的社群頻道 還有限動 最後你對美女本人有什麼問題 請在我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第100集見 拜拜